我们接下来要来实现管理员相关的功能 首先我们看一下刚才让大家安装的后台 我们找到这个平台全线管理 管理员的管理 这就是一个列表展示 然后它包括后面的添加修改删除 一套功能 列表展示 现在数据我看应该是 这里数据应该是比较少 我们数据表就只有七条 就换了七条数据比较少 所以直接就展示这么多了 然后如果数据比较多呢 那后面会需要显示分页的 要进行分页 那这边展示的有 其实就是我们数据表里面的这些字段 对照着看一下 我直接看这个数据表的创建语句 可以看到它里面展示的呢 就是有一个用户名 登录名就用户名 有名称 有这个邮箱 用户名 邮箱 邻称 就这几个字段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角色的名称 它所属的角色名称 那它的角色名称 在我们数据表里面 只有一个这个角色的ID 存的是角色的ID 那就需要根据这个角色ID 还要到我们的角色表 到角色表才能找到呢 它的角色名称 那比如说呢 我一个管理员 我这个管理员 孙权 他的角色ID呢是2 我就得根据他找到这个角色表 取到ID等于2的这条数据 然后查到他的这个角色名称 这个主管 所以这只有呢 这角色名称这一个数据 是需要我们再到角色表去查的 后面的这个加入时间 也直接取我们管理员表呢 有一个create time 添加时间 那这个时间 存的是一个时间戳 它取出来 就会变成一个年月日的 这个日期 这么一个形式 好 那现在我们去呢 查询这个列表上的数据 所以我们先不考虑这个角色 先查一下其他的 先不考虑这个角色名称 那按照我们的步骤呢 那就去要创建那个 创建定义路由 创建空中期方法 查询数据 反馈数据 就是列表 那定义的路由 就是在 名称叫做admins 所以我们再去定一下 他们路由 找到applicate下的一个rote.php 现在对后台的管理员模块 定义一个路由 一个资源路由 就是管理 admins 然后它是访问到呢 admins api的我们定义一个admin的这么一个控制器 那后面的这个参数呢 都可以这样加上 需要id参数的那些方法 就必须要传一个id 然后创建这个控制器 pp sync make controller 在我们admin api下 创建一个这个rote 不是这个管理员 admin 大写的a admin 这么一个控制器 就把这个创建好了 然后创建好之后呢 再找到我们admin api的controller的 这个admin.pp 把它继承 这个base api 让它继承 base api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在这个index方法里边 我们立表页走到index方法 我们再去实现具体的这个 查询返回数据的这个过程 那么看一下呢 这个集合文档上 它提的这个要求 看这个 它的请求参数 这里也涉及到呢 一个分页 我们这个管理员立表 涉及到分页 然后所以它需要呢 要传有一个这个配级参数 就是呢 你要显示的是第几页 这个页嘛 默认可以不传 默认就是一 默认显示第一页 然后呢 有一个可以搜索的一个字段 一个kword 这有kword的一个搜索 那它是根据这个管理员的名称 我们这里这个搜索 这个查找呢 一般都是根据这个名称 我们直接根据管理员的名称 去查找一下 那这是呢 传过来的会有两个 可能会有两个参数 也可能他们都没传 因为它不是避险的 那所以我们需要呢 首先去接收到这个参数 分别去做处理 那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接收参数的话 就直接呢 可以在这儿 统一接收一下 perm permis 等于input 在控制器 直接接收 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kword 也可能会有 还有一个呢 这个配件 会有这么两个参数 然后传过来之后呢 我们接收到之后 要做的一个处理 一个kword的一个配件 要做的就是一个分页查询 那要返回的一些total啊 什么perpage啊 这么一个信息 这其实都是分页查询相关的一些数据 那么接下来就只需要呢 去进行一个分页查询 那包含呢 一个搜索 一个搜索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写一下这个查询的语句 dora list等于app add comment model 我们这个模型呢 应该是之前是创建过的了 我们之前在做登录的时候 就创建过这个admin模型 然后调用它的 配机 配机内下 这个方法 传递呢 它的第一个参数就是呢 我每页显示几条 那比如每页显示十条 但我们这里呢 可以就是先显示少一点 我们数字太少 我们这个数量太少了 这么直接显示呢 是比方两条 每页显示两条 然后这样查评到的结果 我们先看一下 先不处理那个搜索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返回结果 它是什么样子的 dora list ok dora list 这是一个get进求的 这个打开有点满 我先浏览器看一下 addmin API 这是一个get进求 到addmins 可以查到这个数据 里面有呢 code 有message 有data data里面呢 又有包含了有total 快配件 那么一些东西 就分页相关的数据呢 我们这里都有 我现在possman也看一下 get进求 我们看这儿啊 这个阶层数据呢 比较明显一点 有code message data 200比较成功的 data里面呢 它包含了有total指段 有per配件 有current的配件 NAS的配件 分别表示呢 这是一共有多少条数据 我们一共有七条 然后呢 每页显示几条 每页显示两条 然后当前页码是几 当前页码是1 然后最后一页是多少 最后一页是4 最大的页码就是4 然后当前页的数据 放在里面的这个data里面 那这里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我们可以认为 这就是一个二维数组机构 外层数组 里面是一条条数据 但在接送里面呢 它是一条数据 是一个接送格式的 这么一个对象 一条数据 两条数据 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和我们要求的 和我们接口文档上 它要求的 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就是有外层 这个code message data data里面呢 有total per page current page NAS的配接 还有呢 这个查到的数据 当前页的这个数据 这个data 然后这个data里边 又做了说明 还需要呢 有id user name email leaf name NAS no intime staters road name 角色名称 我们现在先不考虑 角色名称 那前面的几个字段 看一下 id user name email leaf name 上次登录时间 这是NAS no intime 是上次登录时间 然后呢 staters 这次段都有了 那都有了 我们接下来就 还需要去处理的呢 就是 后面再处理 这个road name 现在我们有了 一个角色id 后面去取这个角色名称 好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分页的一个过程 只要你按照正常的这个分页 调用这个分页的方法 它里面就会自动包含了 有那个 那些总功能条啊 那些东西 那些字段都有 不用我们自己再去组装 所以这是呢 它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 直接返回就行 然后呢 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搜索 我们这个搜索呢 在接收到的这个参数里边 它是有一个那个 kword这么一个东西的 有个kword 那么现在需要呢 去处理一下这个搜索的条件 搜索条件 这个kword 那我单独它写一下 就等于呢 应该是这个 paramnes里边的 一个kword 但这里它有可能是没有传过来的 有可能它不需要搜索 它说我不搜索 它不传 所以我们需要呢 先判断一下 比如我直接呢 先判断一下 这个 paramnes里边的 这个kword 它是不是空的 它有没有 它有没有 我们先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空的 只有当它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呢 去做处理 它不为空 我们再添加那个搜索条件 那然后搜索条件呢 是需要在这个查询的时候呢 带着一个ware条件的 那所以我们首先呢 先定义一个初始的ware条件 定义一个空的 一个空数组 就是没有条件 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如果说 它有这个kword的话 我们现在去组装一个搜索条件 那就ware里边呢 第一个是字段 就是我们的用户名 我们直接搜索用户名 或者说你搜索名称 其实都行 我们这里就以用户名为主 搜索用户名 然后它后面呢 这是查询的字段 然后还有一个表达式 还有查询的值 那中间就是一个nike 一个某某查找 后边呢 就是一个查询的值 值就是 传过来的这个kword 我前面单独 定义了一个变量 叫做dora kword 那后面我用双引号 里面加上呢 前后的两个百分号 中间就放dora kword就行 直接在字部串里面 放变量的话 外面用双引号 才能解析变量 单引号解析不了 那这样如果说 它满足 它传了有这个所有条件 我们ware这个数组 就会有一个查询条件 如果它不传 那ware里面就是空的 那我们再调用这个ware方法 把这个做到ware的数组 传过去 传个空数组 就表示呢 没有查询条件 我传的有这个查询条件的 就按照用户名 做一个某查找 但这样的查呢 我们可以再来测一下 再来测一下这个结果 如果我给它传一个参数 如果我给它传一个参数 kword 我传的呢 比如就是一个admin的话 我就搜索admin这个管理员 那你看里面呢 就一条数据 总共就一条 只有一个admin 我看看 后面还有 还有些什么东西 比如我们就搜一个a的话 这应该是有好几个 我把这个搜索条件 就放一个a 一个字母 这搜到的就有好多了 一共有五条 然后呢 当前呢 是第一页 每页写上了两条 第一条是admin 第二条是那个 孙权 第二条是孙权 那这样就都查到了 但是呢 现在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它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再传一个 配级参数的话 分页 再传一个配级参数分页 那由于呢 我们做分页 做了这个查找 再加上分页的话 它很可能呢 在下一次 它去挑战 比如挑战到第二页 第三页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把那个kword 给它丢了 有可能会把它丢了 当然呢 这个我们可以呢 直接要求这个前端 它们调用我们接口的时候 那如果有这个kword的话 那你传了 我就是认为你有 你不传呢 我就认为你没有 那这样也行 因为其实我们这里呢 大家看我们给它返回的 这个数据 返回的数据呢 就是这么几个字段 total prop page kern的配级 NAS的配级 这点 而实际上那个分页的那个链接 是由前端自己去处理的 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后台关联系统 我们可以看这儿 如果说让它做分页 我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分页给它调出来 这个显示的是十条 我改成两条 那这样我们如果说 在通过这个传统MMC 这样去跳转的时候 我输入一个a 去搜索一下 然后我再去跳转 它很可能会把那个a就变没了 像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没有处理那个kword 它那个参数的搜索条件就没了 对 这样的话 当然对我们这个MMC的这种的话 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呢 像接口调用的话 我们想用到分页的话 我们可以呢 就像前端 你每次你要跳转页面的时候 比如你要访问到第二页 那你把你之前那个kword呢 你还是给我带过来 你还得给我带过来 然后呢 我再给你搜索 搜索有a的这个字母的 然后呢第二页的数据 那你带着这个kword我就给你处理 你不带kword我就不做处理 所以可以呢 就是这样直接写着 这样写着 那它后面呢 如果传kword 我们始终就会 像这儿啊 我们始终就会带着这个kword 如果它没有传kword 那我们就直接是不带kword去查找了 所以这个条件呢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写法 就可以了 前面呢给大家讲框架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过一个分页加搜索 结合起来的 我们是需要在这个page late后边 还要传一些参数的 才能自动的把那个kword给它带上 就比如好像我刚才那个后代办理系统这一块 如果要把这个功能加上的话 就是呢我分页它把这个kword也带上 就需要我们怎么去写呢 这里演示一下 第二个参数传个force 第三个参数呢 得放一个数组 这个有点复杂 query下标 对应的又是个数组 里边还得传一个kword 等于那个dollarkword 得这么写 这很麻烦 但这是对于我们传统MVC的话 那需要这么去写 但对于我们接口的话呢 就这里可以不写 可以不写 因为我们这个参数全部依赖于 它前端主动给我们传过来 好 那这是呢写着一个分页 带上搜索条件的一个分页 那然后我们这个配级参数 大家看看是不是没什么用啊 我现在是不是没写它对吧 没写它 因为这个配级参数的默认也是第一页 但是我也没有用到这个1 没有在什么地方用到1了 那我现在测一下呢 如果我给它传一个分页参数过去 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配级 我传一个比如第二页的话 本身我搜这个a 它一共是5条 那我当前是第一页 显示它是admin和孙权 我传一个配级02 可以看到已经变了 一共还是5条 当前是第二页 然后呢 就是曹操这一条 和后面有一个袁绍这一条 它自动变了 这是因为这个配级参数 这个配级参数 它是由我们这个分页内 我们底层这个分页的功能 它自动去接受的 它会在里边 它自动去接受一个配级参数 所以呢 这个配级参数 我们只要求前段给我们传过来 我们不用做处理 这个分页查询 它会自己去接受一个配级参数 这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不用管了 但是得要求前段必须传 那这是呢 这个管理员的例表 那基本的一个例表展示 我们写到这儿呢 就只剩下后面那个角色名称了 到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这个分页每页显示多少条 可以自己定 比如说你定一个十的话 我们定一个十条的话 它其实就没有第二页第三页了 它只够一页的 我们把这个都去掉 三十多去掉 看一下这个结果 它一共就七条数据 那每页显示十条 那当前页门就是一 一共也就是一 最后一页就是一 然后就把所有数据都列在这